2022年新竹馬街兒童醫院開幕 總統清林 畢竟這醫院是林志堅的一大政績 但就在柯文哲深陷 金華城圖利案之際 陳志涵翻出去年自家議員質詢 指該院容積率從250% 暴增到450% 比金華城的560%到672%的比例還高 連當時的內政部花敬群次長 也認為明顯圖利 現實那個現況的比例確實太大 我剛剛陳志涵翻出去的同意 秀出2019年的關鍵英黨 民眾黨稱該會議結束三個多月後 花敬群態度大轉彎 2022年提出檢舉 檢方更是沒下文 求證花敬群占無回應 不過前市長林志堅反駁 本案容積率調整合法合規 以為請律師蒐集身官市政 將採取必要法律行動 令最高行政法院也已做出 111年度上次第372號判決 請有心人士停止造謠抹黑 地方黨部臉書也痛批陳志涵造謠 當初要提高容積的最重要的考量 就是為了要將婦產科一同納入兒童醫院的規劃 林志堅前市長太過緊張了 我們在講的不只是新竹而一的容積率暴增 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而是司法檢調有沒有雙標的問題 陳志涵的指控卻讓不少人衝到他臉書留言 兒童醫院跟金華成曾恩相提並論 更反問打兒童醫院新竹小孩是有得罪你嗎 另也有人提醒問題是金華成不是672% 而是840% 當時的李秉穎他的確也說了 圖利廠商怎麼了 所以圖利是民進黨可以圖利 其他的黨不能圖利 要替自家主席辯駁陳志涵放大絕 TVBS新聞 李國正串柔 台報道